这也是一个新盖的楼 砖倒是弄得还不错 这边看样子好像是比这个 Sophia还要好一点 就是这个层面上来看 一个早晨应该是一个城市最消停的时候 因为晚上的时候犯罪率都比较高 早晨大家都睡觉了 没人出来 最晚也得休息 酒店我盯着去酒店离我的这个火车站 真不是特别远 看了一下大概好像走到是十分钟 三宝个女的跟那卖单呢 不太好意思偷拍的 因为有首诗是这么说的 你在桥上看风景 可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 你这一回头不就被他看到了吗 然后呢 我现在往酒店走 那个车呀 我以为是六点二十道 可是现在改点变成六点半道了 这说白了 我就必须给打车 必须给打车 必须打车就遇到一个麻烦 就是说 如果我定的是下午回家的车的话呢 那我就不需要打车了 我下午回家 然后我是相当于在在那边住一宿 住一宿 住一宿的话就十八块钱呗 那我要是打车的话 那是二十多 说白了 两个都 这都是一样的价钱 有一趟车挺好的 五点二十的 我说我想买这个 他说不行 我说为啥呀 他说没有这个 这很糟糕了 哎呀 又下雨了 下雨了 今天这天音的很厉害呀 看来往那是要下雨 这是住宅